民众在办公室吃饭喝水脱下口罩 这时很可能就埋下染疫风险 随着国内疫情区患 大家回办公室上班 但即使是佩戴口罩 办公室群体座位间隔较小 且常常会有诸多场景摘下口罩 日前台电大楼就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我们从这一次办公室的案例 突然发现有个问题 虽然我们整个台北市的疫情是趋缓 那问题是大家开始回来上班 我们台北市很多办公大楼 一整层楼 也许坐几十个甚至上百人 就算平常戴口罩 可是大家办公桌都坐得很近 问题还有一点 你不可能一整天不喝水不吃饭 特别是还有这个洗手间 还有茶水间 特别还有茶水间 我发现平常大家在办公桌都戴口罩 然后到茶水间口罩偷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这好像新的这种感染源 那特别是这样 当一整层楼的办公大楼 办公室 有一个感染 我们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等到里面有两个或三个感染 特别不是坐在旁边的 相当散的 结局就是整层楼要居家隔离 所以一下子会说这个要很多人去居家隔离 所以我突然发现 你知道我们台北市目前这个办公大楼 在大家开始回来上班以后 产生有一个新的问题 问题就是从来一隔离就要隔离很多人 难道目前这种办公大楼 特别是 因为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还很多在居家上班 居家办公 现在都回到大楼 所以我们在考虑 其实如果疫情还没结束 在家里办公不会影响 他的工作的话 也许分散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第一点 一旦整层办公大楼有一个人感染 就算坐得很散 结局就是要整层楼都要居家隔离 因此大家在茶水间脱口罩喝茶聊天 或是中午一起脱口罩吃午餐 还是要注意防疫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